今天是十月十七,星期一 其實我的聲音仍然沒有康復 有時都是比較煞 可能上個兩個星期 時不時凍一凍,大隻也沒有用 身體不適應,就是病,就是病 咳了兩天,現在叫做好一點 早一天說話好像檸檬那樣的聲音,煞得很厲害 好了,說個試一下 早前低到十五點,是22,590點 日中有個低位去到22,453點 其實高點低點是沒有上過 最重要的就是不要跌穿十天線就可以了 日中的高位是22,625點 收市的時間是22,513點 比對上日跌到92點 成交今晚是644億 看回整個形態,十月到現在為止 都是先低後高,由4號的21,687點 去到14號的22,636點 949點的升幅其實就不算小了 在一個大價在積的市況來說 這個波幅可能已經能夠滿足整個月的要求 不過,由於上個星期五的成交今晚 去到723億 就是說,有更大的動力在市場出現了 理論上,指數就走在成交今晚之後 即是往後應該有輕輕有高一點的指數 比我們見得到,都不出奇 至於高多少呢 其實都對我來說只是感嘗添花而已 因為12月份可能抹高一點 其實一早已經說了 市自從升破了2月20日的高位21,760點 當時的目標已經直至22,808點了 這是去年8月1日 歐債危機引發災難性急跌的起步點 再向上走,就23,056點 即是說,預計了今年全年的波幅 若沒有有5,000點的上升的波幅 其實這些一早已經是預計了去到的了 所以萬一真的走到這樣 其實也沒有什麼特別的驚喜 以現在22513點 就走上去 可能是升幾隻主要的藍炒 或者成份股指數已經可以創出一個高位了 對一些散家或者短線炒作來說 是沒有太大的意思的 除非你是指數相關的活動 或者期指相關的活動 那一點一點,兩點一點就要計到實了 但是你一兩隻藍炒升上去 或者是升300點 你其他股份可能還是原地踏步 所以我總是認為 如果要短市出擊的 9月、10月或者11月份都有機會 但是你一直都沒有出擊 你到現在這個時候你才入市的話 對不起了,你可能任何短線都未必有水 因為轉身的幅度可能會比較小 但是如果你說 我是有中線的心態 那就不要緊 但是可惜的地方就是 早不買遲不買 偏偏去到二萬一千多才入市 有時候真的買遲了 就變成轉身也麻煩一點 用一個很簡單的道理 例如這樣二十二、二十三元 你買中人壽 那現在這一分鐘 沽又可以、不沽又可以 只賺又可以、不只賺又可以 你的靈活性高很多 但是你偏偏去到二十四個多樓上 才追的話 那這一分鐘跌三號子 就不知道走好還是不走好 跌九五號子的 幣加貨了 再跌七號子 哎呀,要不要止蝕 你自己的心就協助了 因為買的時候買得不好 對於短視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壓力 所以如果你高台追的話 就要保持中線的心態 那不要去得那麼重 例如你想買中人壽買一萬股的 在二十四個多 不要買一萬 買三千、買三千 萬一買完之後 不對板跌回二十三個多 再看位買到兩千 再看位買到兩千 或者三千 分開來買一萬股 拉一個平均價 都差不多 或者不會再高 但是如果你不用這個方法 的話 重錘出擊 二十四個多 一賭就賭一萬股 買一跌一元幾號子 自己的心情就很重 因為已經去盡了 沒有一個下台階 讓自己下來 所以 除非的事是 好壯、好壯 成交今晚七百 八百 八百五十億、九百億 嘩 不斷勇起來 那就沒有相關了 反正有這麼多錢 會聚了 你怕別人不勇上去嗎 但現在不是 雖然成交今晚多了 但都很個別性 所以在態度上 不應該太勇 希望大家明白我所說 2012年剩下的時間 真的不多 只有幾個家業天 聖誕大價 新年大價在職 市場會不會是沒有波幅 我已經預算了 只要指數 一天還在十天線上 就繼續向上網 就是這樣 就算你繼續向上網 預算了波幅 也不會大得很厲害 因為大部分股份 都已經是絕對高台整股的格局 而且基金經理都放假了 比較大的波幅 大的場面 無論如何都要等到聖誕新年之後 才能看到 唯一看不真的 就是A股 因為A股這兩天的上升 真的有少少試頂的形態 如果它上破了2177點 它的勢頭真的很漂亮 尤其是可能一眾的H股 都會稍為受刺激 進一步做好都不定 但是太大幅度的上升 好像這一刻暫時來說 還看不到 總是覺得 比較明顯的聲勢 應該怎樣都要 明年一月才能看到 剩下那幾個家業天 老實說 有貨在手的 差點不多的 就切形保財算了 如果真的要買得重錘的話 我想買一些 升得比較少的股份比較好些 如果有些行快的股份 都不要那麼重手追下去了 因為高台你買了貨 萬一不用多 5%反覆 自己就不知道落車好 還是不落車好 因為追遲了 變成手勢 有少少整固上落 自己的心理 都會受到一定壓力 大家明白這一點 對不對